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本套教程的主讲老师高峰 从本节课开始呢 由我带领大家来学习 3D游戏美术 场景模型的制作 以及贴图的绘制 接下来我们对原画进行一个拆分 我们现在拆分的时候呢 重点从制作的角度去拆 对原画的一些内容进行一个概括 重点拆分主体物 内部的浮雕变化 这种我们在贴图上去表现 模型上可以忽略不计 我在这呢编了一个号 用不同的颜色来概括我们需要制作的一些区域 1号呢是红色的区域 2号是紫色的位置 这两个区域呢构成了我们场景的一个主体框架 1号物体比较简单 比较复杂的是2号的物体 它在空间上有很多造型的变化 我会教大家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制作 可以快速的制作这种带路径的物体 黄色的部分呢是一块石板 这个呢它接近一个长方体 这种就比较简单 绿色的区域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个长方体来概括 蓝色的区域是一个球形 椭圆形的一个球形 青色的铁蒙部分呢我们用一些圆柱体来制作 或者是用长方体来制作 那么特别小的模型呢我们在制作场景的时候 刚开始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它不会影响我们的大型 重点表现我们的一号模型和二号模型 以及画出其他颜色的部分 这个模型的面数呢我当时定的时候是2000左右 但是后来复制了很多蜡烛 以及模型上做了一些对称的处理 所以呢最终的模型面数是2800左右 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它的材质类型 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材质 本餐历的贴图大小呢是512乘以512 关于材质的类型呢我们场景内部 80%的都是慢反射类的材质 石头的材质 墙面的材质 瓦片的材质 那么还有20%的是金属的材质 植物的材质 蜡烛的材质 漆的材质 我们会讲到三种金属材质的画法 一种是点蜡烛的物体 另外一种呢是我们墙面浮雕的区域 有星形的这个位置 最后一种是铁门的这种材质 这三种材质呢我们分别会用不同的画法 第二类材质是蜡烛 那么蜡烛呢它是属于次表面散射的材质 它会有一种透光不透明的效果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 另外一种就是植物 植物内部呢我们还会画一些花 最后就是油漆的材质 顶面的这两个物体 在一个粗糙的物体上 我们画一些类似油漆的效果 当然了还有墙面的材质 石头的材质 砖块的材质 以及瓦片的材质 这个也是我们场景的一大亮点 我们整个场景的材质类型是非常丰富的 因为篇幅有限 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就在课程当中来讲 观看本套教程 相信大家会有所收获 OK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场景的学习 这节课开始呢我们来制作场景模型 首先呢还是来设定一下单位 厘米 系统单位 显示单位都为厘米 然后再来打开原画 做一个参考 放在旁边 这个场景呢 左右是对称的 前后也是对称的 那么局部有些是不对称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来搭建一下模型 搭建一个外形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创建一个长方体 来开始搭建模型 注意视图的一个左右方向 我们这个模型的面数呢 大概在2000左右 因为是个作品级别的 相对来说精度比较高 先来搭建主体部分 按下数字8 我们把环境光改为黑色 这样的话在模型上就会能看到暗面 我们再返回到修改器面板 看一下 修改器面板这边呢 确定它没有断数 然后再来加一个镜像 拖拽到旁边 这个呢是我们镜像出来的 注意观察原画 调整一个间距 前后呢稍微薄一点 把厚度调整一下 这一步呢 调整的不用太精确 本节课呢是以概括为主 接下来呢我们来创建一下上方 创建一个长方体 转到前视图 我们摆一个位置 先把大型搭建出来 旋转一下 注意观察原画 参考原画的一些结构角度 现在呢我们把模型转换为多边形 调整一下轴心点 然后把另外一个删除 重新镜像一个出来 观察原画的一个造型 我们来调整一下 把顶面的这些点呢 选中往旁边拖拽一下 我们调一个底部窄 上方宽的一个效果 再转到侧面来 看看上方的模型 我们的模型呢是左右对称 前后也可以对称 所以呢我们把它的轴心点 中心点 放在世界坐标零点的位置 也就是X轴Y轴归零 调整好位置以后呢 我们转换为多边形 外侧这儿呢缺个厚度 我们挤出一点点厚度 中间的部分呢稍微再高一点 调整好以后呢 我们附加到一起 中线上的面删除 中间这个缺口 选择边 X轴归零 这样对齐一下 我们在摆大型的时候 随时在透视图旋转着观察一下 我们接下来呢加一段线 主体的这两个梁的区域呢 有一个台阶 我们把这两个挤出来 几个厚度调整一下 注意观察原画 底部这个线呢删除 我们这一步呢就做成一个对称的 至于这个台阶的一个高低变化 我们后面再调 我们旋转着观察一下 做一些微调 这一步呢主要是搭建一个大型 我们注意一下原画上的一些高低点变化 那么把这种关键点在我们模型上表现出来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上方 转到前视图来看一下 对照着原画的一些造型 首先我们来画一个 创建一个圆柱体 摆到一个对应的位置 我们在做这种模型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都会去控制一个最高点 也就是说在原画上这个区域是一个高点 那么在模型上我们就先把这个点定下 我们接下来调整一下 半径以及段数 这个的厚度跟底下的模型差不多 接下来呢我们来制作第二个高点 那么把这种节奏变化也可以画一点 我们先画一个样条线 按照原画上的起伏变化来画 画完了以后呢我们来编辑一下顶点 把多余的点删掉 确定我们的点都是脚点 调整完成以后呢我们返回到修改器 在样条线修改器渲染卷展栏下面 把这两项勾选 这样的话样条线就变成了实体模型 再来调整一下厚度边数 我们跟前方对齐 再来加一个镜像 加了镜像以后呢我们对照的原画来参考调整一下 把造型上再做一个调整 这个区域呢造型上是对称的 只是空间上是一高一低 那么现在呢我们模型上啊就做成一个左右对称的 参考左右两边任何一个方向上的都可以 调整差不多了以后呢我们就转换为多边形 最终呢还是要用多边形来调整 转到侧面我们把厚度对一下 跟底下的模型对齐 好再来看看其他的造型 其他造型呢我们也是找最高点 复制一个出来 好把半径调一下 调小一点 这节课呢是以概括为主 所以呢我们在做模型的时候尽量去找高低起伏变化 标注出我们关键的一些区域 那么像这种过渡的地方 我们转换为多边形 附加然后斜接一下 我们选择对应的两个面 然后删除 选择边界 调节一下 这样的话就会有个面的过渡 好再来看看另外两个 把它们附加到一起 选择对应的面 删除 方向上有问题的话我们旋转一下 选择元素旋转 旋转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桥接 那么像这种欧式建筑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到样条线来建模 先用样条线去控制一个路径 然后呢再把样条线转换为实体 转换实体以后呢继续调整 好现在呢把这块再稍微拉长一点 如果我们要控制到模型的每一个点的话 最好是确定我们的模型都是可边界多边形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制作点蜡烛的这个物体 首先来创建一个圆柱体 这个呢是底部那个支架 转到侧面摆到对应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再来确定一下半径 然后我们再来确定一下半径 确定好了以后呢我们转换到顶时图 来制作上面这个物体 上面这个呢我们创建一个球体 然后来调整一下段数 调整完了以后呢缩放一下 它是一个椭圆形的 再把另外一个的半径调一下 这两个物体呢我们要注意它的一个比例 调整完成以后呢我们转到透视图 转换为可边界多边形 再把局部的造型做一个调整 上方这个区域我们要挤出一个边缘 先做好一个截面 选择面然后来挤出 挤出来以后呢缩放大一点 对照着圆化观察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外侧的这一块 那么把这种有代表性的物体 我们搭建出来 注意角度 我们对照着圆化上做一个旋转 然后继续加宽一下 做一些微调 接下来来看下方点蜡烛的这个区域 创建一个长方体 摆放一个位置啊 然后呢把它这种造型我们简单做一下 转换为多边形 调整 控制它的一个高低点变化 要注意随时去观察圆化 跟旁边的一些物体 注意它们的一个协调性 场景内部呢有很多小的物体 要注意物体与物体之间的一个相互呼应 以及它的一个功能性 所以呢我在制作这种小的物件的时候 我都会去动一下其他的一些小物件 要注意物体与物体之间的一个协调性 接下来呢我们来创建一下这块石板 要注意调整一个比例 那么它会有一些内外的一些宽度 我们把这种宽度呢调整一下 然后有一个内高外低的一个变化 也做一个调整 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始制作这一扇铁门 首先呢我们来搭建一个框架 这个结构呢我们保证它是四条边 所以呢创建一个长方体 然后我们继续来复制其他的 复制完成以后呢转换多边形 挑一个高低变化 这个太粗了我们缩放细一点 门框的这个结构稍微粗一点 内部的要细一些 然后附加到一起我们继续调整一个高低变化 把这种间距也参考原化调整一下 复制一个出来 我们旋转一下 做一下上方的这个门框结构 这个结构呢相对来说要宽一点 它们之间会有一个层次关系 我们再来调一下高度 我们再来调一下高度 那么注意这几个的层次变化 观察一下圆化 对照的圆化 我们现在呢大概摆一个形状 好 现在我们来制作下方的这个 复制一个 然后旋转过来 再来缩放一下 缩放完了以后呢 我们转换多边形 继续调整 缩放一下 参考原化 我们调一个内宽外窄 内高外低 再转到顶面 调整一下厚度 接下来呢 看一下中间的这个主粮 加一段线 加了线条以后呢 我们去缩放一个造型 把顶部那个截面呢 缩放一下 上方那个造型呢 我们摆一个面片 到时候画一个透贴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比例 这扇门呢 所有的都附加到一起 这扇门的比例呢 有点大了 我们加一个FFD 然后控制FFD的点 往下调整 调整完成以后呢 我们转换为多边形 再把局部做一些微调 把这个面片呢 稍微调小一点 虽然说这个 我们以后要扣透贴 画透明通道 但是呢 不能浪费的太多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扇门的轴心 XY归零 然后再重置变换一下 也就是清理一下历史记录 塌陷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镜像一个 实力的方式 这样的话两边就会关联上 我们现在这一步呢 把一扇门呢打开 另外一扇门呢关闭 调整这样一个效果 这一步呢 重点是摆大型 细节的东西 我们下节课再做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上方绿色这个模型 这两个呢再接一下 删除面 然后使用边界 再做一个桥接 桥接了以后呢 把这种多余的线段删除 我们再对照的原画观察一下 给这个模型呢 加一个镜像 实力的方式 确定 我们这一步呢 为了方便调整 我们就把顶面的这些啊 都附加到一起 这个呢随时推远去观察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顶面这个 顶面这个心形的 这个形状呢 我们用样条线来建模 用样条线的顶点来控制它的形状 这一步呢 点可以画的多一些 换完以后呢 我们再去修理这些多余的点 做一段闭合的样条线 接下来呢 我们来调一下点的一些位置 多余的一些点呢 我们直接按Delete删除 调整一下外形 我们参考原话 继续做一个调整 用样条线建模的时候 确定我们点的模式为角点 也就是点与点之间呢 都是有转折的 假如说某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圆角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右键单击去把点的模式调整为角点 再转到透视图做一个调整 调整完成以后呢 我们就转换为多边形 现在太小了 我们缩放大一点 往上提 调整一个位置 旋转一下 接下来呢 挤一个厚度 用一个倒角 这个物体呢 我们前后是对称的 所以呢 我们只挑一面 把这种边呢 我们列接一下 保证它都是四边面 或者是三角面 调整完成以后呢 我们再来制作上方的这个像羊角一样的东西 创建一个面片 这个物体呢 到时候我们就画在面片上 然后做一个透明通道 中间这个呢 我们加两段线 做一个挤出 挤出一个面来 然后把线条呢 晶紧一下 用一个目标焊接 焊接成两个三角面 我们再推远看一下 像这种小物件啊 我们后面再做 因为这种小物件 它不会影响大型 所以呢 小物件我们这一步呢 不做 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搭建一个大型 小单位的东西呢 我们先不做 重点制作的是 影响我们模型上 高低点变化的一些区域 这一步呢 尽量把东西做的简化 做大不做小 最后呢 我们保存一下 下节课呢 我们吩咐一下结构 学习过程中 还有疑问 可以立即加入 正版课程的学习交流群 讲师实施在线答疑 与精英学员互相学习 还可以登录一胡网 搜索课程ID号 获取完整学习课件 工程文件等资料 扫一扫 任何问题 小美胡都能帮助你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